90%的人都不是真的脸蛋 脸大小不变的情况下 你的中庭偏长会造成假性脸蛋 只有三个简单缩短中庭的方法 按摩一下 首先把你的眉头往低一点画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中庭的起点线 放下阴 画卧场 用这种极细的高风刷 沾取一个灰掉的阴影 一笔成型 真的不要太太太太太明显 有手就会 一梦您同款的横向扫腮红 视觉上戳短中庭削弱的假性脸蛋的同时 还减零一键酸雕 但要注意腮红的颜色最好选这种低饱和的 才能把好气色涌进你的皮肤里 高饱和的no 打出来就是同掌柜 最后稍微有点难 但是变化是最大的就是鼻 普通画法就是眉头下面的三角去no 看中庭直接往上移 下笔应该移位到鼻背这个位置 往上 和下 鼻头打一个一字 晕开 我故意化身了一点 你看一下对比很明显 就小小的两步 就是普通人到女明星的变化了 今天这一条视频随会了 我看谁在喊这脸的 等多美章 Tipsi 给他忙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am 这里是我YouTube唯一官方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大家多多订阅我的频道 并多多点赞分享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美妆Tips了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